這幾年裡面實在發生了很多怪事 有個朋友五十多歲 吃了二十多年齋 一直身體健康 但是突然坐在家的梳化上 死了 有很多朋友癱瘓了 有些身體原本很健康 無情百善中風 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這幾年會發生這麼多的事 為什麼 今年初有個朋友 他五十多歲 他打完三支針後 突然有一天覺得心臟不舒服 於是他去看醫生 看完醫生之後就進了ICU幾天 出來之後以為沒事 以為甚麼都可以了 誰不知 在年初的時間 突然之間自己在家 一個人在家 就這樣死了在一張梳化上 驗屍報告只是寫心臟評論 大概是一年半前左右 約了一個朋友見面 他出來的時間 他就拿著行李車 一邊整著 然後慢慢慢慢走 他說 什麼事 你到底做什麼 他就說 沒事 腰骨怎麼扭 他說 去旅行的時間 看到一個沙灘很漂亮 於是乎 就跳到沙灘拍照 那個位置大概這麼高 他就一跳跳下去 一跳跳下去 誰不知 一跳跳就跪了 哎呀死了死了死了 哎呀 要再起床的時候 刺不到 我見他的時間 已經發生了十幾天 我就問他 你有沒有看醫生啊 大哥 他說 看了 很多醫生看了 沒事的 沒事的 我說你坐輪椅 不用坐輪椅 很簡單而已 醫生都說我腰骨 沒事了 他照過了 弄好了 可能是肌肉受傷 什麼樣的東西 很簡單的 沒事 很快就好了 我說不是啊 大哥 你 你已經十幾天了 都還是這樣 你起床 起床 要這樣一路撐著椅子 這樣去起 喂 很嚴重的 這件事不是簡單的 那個醫生說你沒事 喂 但是你還痛啊 你一定要找多幾個醫生 來看才行的 後來兩三個禮拜後 他打電話給我 說新加坡的醫生 看到他 說他的腦 入了細菌 人是清醒的 眼睛綠綠 你說什麼他知道 但是 手腳動不了 吃不到東西 植物人這樣 躺在床上 年紀而已 有個朋友說 他說 在馬來西亞大港附近 這幾年 亦都發生了 很多這樣的案例 但是 有很多醫治好 今晚這裡很多人 並不是為了來吃飯 最重要的目的是 來到 裸藥 我身體很痛 拋住了 三條先 心臟失了嗎 醫生 有什麼感覺 開始的時候有什麼感覺 沒有 一下子就感動了 沒有看醫生嗎 有 今天可以檢查 今天可以 今天可以檢查 沒有的時候 在中毒 溶了 沒有看到 的事都沒有 之前看醫生 都不行 後來 他說是 失了 失了 沒有 他就叫你開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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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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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好多 那你吃了多久 吃了 張錦儀 幾粒 吃了幾粒 現在不痛了 現在不痛 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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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厲害 這個好厲害 吃了幾粒 這樣的老泥丸 就說不用通波仔 你信不信 打死都不信 那你醫了多久 沒有效 三年了 三年了 動不動 所以說 這麼慢 很慢 對 就不是現在這樣 現在我鬆 多大鬆 但是你通常講話 他不能講 通常知道就知道嗎 知道 可是這個東西 你中風的時候 你已經煎了 然後你煎了 你是不是有 其實有感染到 你吃東西好 他就會流出來的 你講話講不到的 他們就生火了 一般完全沒有火力 不受控制 對 不受控制 2023年9月28日 香港有一段新聞 是這樣的 全港有超過50萬人 患有中度至嚴重濕疹 半港前年 將一款新型生物製劑 納入什馬利亞基金資助 大到現在 只有26人成功申請 其實這段新聞是在告訴我們 第一 全港差不多每15個人裏面 就有一個有中度至嚴重的濕疹病 第二 過往的藥是搞不定的 很難醫的 OK 但是港那裏又說有這種病 那到底他們的情況又怎樣呢 他那個衝生有多久啊 你家家阿泉 差不多 8月就會有 啊 8月的時候就會有 8月的時候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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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 十三四歲就開始了 沒有沒有看醫生啊 現在多少歲 現在26 26啊 那整身衝呢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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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時 TVB 這段新聞 才說 新的濕疹藥呢 每個月大約一萬至兩萬塊 喂 大佬你聽到他說什麼 每個月啊 即是不斷尾啦 你現在吃三十 一天約你便告訴我好起來 那研究約的那些人 不就全部不用攪拌了? 直到這位見證者的出現 他不是一個普通人 他是馬來西亞居臨州議員 楊慶泉先生 作為一個州議員 他有責任去推動整個防疫措施 自己亦都打齊了所有的針 但是 一陽中招 故事還未完結 幾個月後 人開始一直一直收 接著 手上就出了一點點向導 三天之後 下半身突然之間不動 足足住在醫院 兩個月後才發現出 原來是血管炎 2011年 這個很慘 很慘 很慘 哇 還在中間 血液全都不高 哎呀 H 這是血管炎 你從前相信中醫的嗎 我原來對中醫很有信心 有信心啊 很有信心啊 可是哪個時候也沒有看中醫有沒有 也沒有遇到貴人 沒有遇到張總 我有去做拯救咯 可是效果不到好 還是要要只是拯救罷了嘛 靜脈有痛 但是氣的 氣沒有氣 氣還是要有啊 張總的這個就 氣方面就 他的藥啊 他給了藥啊 氣回來了 啊 氣回來了 氣血 氣痛啊 人就 就 火 火 火起來了 哎呀 三百年了 啊 三百年了 根據張總的解釋呢 他說做人 最慘的是有生無靈 只要能夠將心的血管全部打通之後 血氣就會混合 你就會生育 你就會活動治癒 楊議員呢 是2022年12月開始釋藥的 那到2023年8月做了一個檢查 那到底是怎樣呢 啊 現在的 啊 現在的 現在的 啊 哎呀 真是沒有了這H哦 啊 不夠了 差一點點罷了啦 是嗎 啊 啊 啊 如果27至32 所以32點 32點6而已 啊 點 全部改變了 好 改變了 你看 所以 因為這樣你就搞了個中醫院了 好 中醫院了 啊 啊 江華友就發言了 啊 沉溺這個小生的管 對 中醫院 在這裡祝願楊議員的醫管 辦得成功 能夠幫助到更加多有需要的人 到了昨天 遇見一個朋友 哎 為什麼呢 很久沒見你 去了哪裡啊 這段時間很忙啊 沒空啊 哎呀 要照顧我媽啊 你媽八十多歲了 現在怎樣啊 哎呀 這人進了醫院 很麻煩啊 每天要照顧她 為什麼啊 哎呀 不知道啊 醫生說她的腎炎 又走了去肝 又走了上去肺 是呀 這樣 後來我就問她 我說 你媽媽最初開始的時間 是不是有一點點紅色的 在她的手上 然後很癢 是不是這樣 哎呀 是呀 就是這樣 後來我就跟她說 她的症狀 跟YB 是一模一樣的 試一下檢查一下吧 是血管炎 根據資料顯示 過往患血管炎這個病的機率 是百萬分之三 即是說一百萬人裡面 只有三個人會患上 一個普通人 整個生命歷程裡面 能夠認識到五千個人 已經是很厲害的 而經常聯絡的 不超過五百個人 按照宣留的資料所說 每一百萬人 才有三個血管炎的病患 但是現在在我身邊已經有四個很親密的朋友 糟糕了 那即是說 我朋友有百多萬人 那到底這幾年 地球發生了什麼意思 我不是醫生 我不是醫生 拍這條片的目的 也不是想宣傳什麼神醫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問我 拿張總的電話 因為他不會醫治的 他自己也不夠藥 我拍這條片的原因 很主要就是想理解一下 到底今天我們的社會 是發生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有這樣的病徵 細菌進入你的血管 進入你的身體 這麼容易嗎 如果這麼容易的話 就很多人全部都死了 知道嗎 但是現在竟然是這樣的問題 那到底我們的健康發生了什麼事 不知道 如果在你們身邊 你們的朋友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不妨在留言區裏面 就說一說 他們的遭遇 他們的事情 讓我們組織多些資料 然後能夠交給一些訪問 去研究 去了解 到底 是什麼原因 影響到我們的健康 會變成這樣 在我們身邊 是 又無言 沒有 中文